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 汽车也配备了很多的便民服务以及便民按钮 但是也有人开了十多年的车 都还不知道车窗起雾其实不用暖风吹 这么简单的一招车窗超级清晰 一般来说 车窗起雾会发生在北方 当天气较为寒冷的时候 车内温度和车外温度 形成比较强大的温度差之后 车内温暖的空气会凝结成水蒸气 在前方玻璃上形成遮挡我们的视线 同时提高驾驶的危险系数 很多人在这时候的除雾第一反应技巧就是一键除雾 虽然一键除雾也是有一定的功效 但是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一键除雾开关刚打开之后 风力回来的特别的大 雾气会立马弥漫在整个车窗上 只有等待十几秒之后雾气才会散去 这也是因为在刚开启一键除雾功能的时候 雾气会随着风而附着在前挡风玻璃上 不太好去除 极大的影响了驾驶者的感觉 其实更加正确的方式是使用洗洁精溶液 将洗洁精与清水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混合 这时候会在车窗上形成一层清水性的膜 这层膜能够有效地阻止雨水 或者是行车过程当中的水分漫步在车窗玻璃上 给车内的驾驶者造成不好的影响 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生活的体验 自己生活中的小技巧把握 在我们行车过程当中 才能有效地避免车辆挡风玻璃上有雾气 从而造成安全事故 那就这么得不偿失了 希望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安全